今天的主題很特別 在主題開始之前呢 我跟你們分享一個小故事 這是我人生真的發生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一個麵攤前面 我就在等我的餐點 後來有一個阿伯騎摩托車過來 他在騎的途中 還沒有下車他就開始大喊點餐 應該是蠻熟的 他說 阿伯騎我一一咪 然後裡面的老闆就說 然後馬上丟了一球意麵下去 隨後呢老闆都會問什麼 是不是吃湯的還是乾的 阿伯說什麼 說十尺那十塊 他說濃湯 我跟老闆都懵了你知道嗎 他說什麼意思 原來阿伯要吃的是意麵濃湯 不是意麵啦 台灣國語很嚴重 後來呢 我就覺得這個阿伯也是蠻有趣的 後來我就跟他聊天 他說喔 你是做那個喔 塞車是不是 我跟妳說有些事喔 妳要注意啊 有一些事情齁 沒四千萬不要放在車上 我想說 什麼 我說什麼阿伯 沒有什麼 我是沒有四千萬不能放在車上 他說不是啦 我說四千萬不要放在車上 我說什麼意思 喔 後來我終於了解了 沒事千萬不要放在車上啦 呵呵呵 我們今天就來幫大家揭曉 不能放在車上的這些東西 除非你有四千萬 同學們上課啦 最近大家應該都有感受到夏天真的來了吧 那有什麼比在大太陽底下更難受的事情呢 那肯定是在太陽底下曬了一整天的車子嘛 根據一份刊登在溫度Temperature的研究顯示 如果車外溫度高達攝氏30度 在陽光下曝曬一個小時 這個時候呢 方向盤附近的表面溫度是 43度 座椅呢 是51度左右 儀表板附近的溫度更會高達69度 整體車內的氣溫呢 會來到47度 如果持續曝曬超過一個小時 這個時候空氣的溫度 將會達到60度 你要知道 除了人待在裡面可能會中暑甚至熱衰竭之外 車內有很多東西也會產生變化 比如天氣熱的時候想要來瓶冰涼的汽水 這種有氣的飲料最怕就是遇到高溫 尤其車輛行進的過程當中 還會有震動啊 搖晃啊 這都讓瓶內的二氧化碳相當不穩定 如果把這一類有氣的碳酸飲料放置在車內 太陽那麼一曬 溫度壓力一升高 就有可能會噴灑出來 雖然不至於要命 但是你想想看飲料灑出來 在車內光是清理就超級麻煩 如果第一時間沒有發現 還會引來螞蟻爬入車內 自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那麼有人一定會說 欸 我放碳酸飲料 我放水 可以了吧 水不至於會爆開了吧 但有一點你可能忽略了 保特瓶的材質其實並不耐熱 尤其剛剛說到車內的溫度 可能達到60甚至70度 高溫的環境呢 就容易讓保特瓶釋出有多的物質 你再把它喝到體內 對健康來說也是有潛在風險的 另外開瓶 對口飲用後的瓶口呢 在悶熱的環境之下 也讓細菌滋生的更快 所以非常不建議 再繼續飲用最好的方式 就是停車之後 把食物飲料通通帶下車 不但節省 到時候清理的麻煩 更是為大家健康著想 當然有氣的 不僅僅是可樂汽水這種飲料而已 含有像是車內的除臭劑啊 定型噴霧啊 止焊劑等等 這一類高壓噴品 這類噴霧罐啊 其實比大家想像中 還要更危險很多 因為罐子裡面 都含有高壓的氣體 瓶罐上呢 也都很明顯的標示出 嚴近靠近高溫火源 所以如果在高溫的車內啊 這麼一曝曬 輕則內部的液體卸出 哇這個可能比飲料更難清理吧 看你是什麼東西啊 不過這個算小事啦 因為如果嚴重的話 甚至會有爆裂的危險 對車或對人都是有危害的 而且這一類有壓力的瓶罐 在丟棄的時候 你也要特別注意 不能當一般垃圾來丟棄啊 不然有可能會因為垃圾車 在壓縮垃圾的過程當中 造成爆炸等等的意外 一定要做好分類喔 說到夏天 太陽眼鏡也是 很必備的物品之一啦 很多人為了避免刺眼的陽光啊 會選擇戴太陽眼鏡開車 又或者有另外一些人開車的時候 習慣換另外一副眼鏡 來讓駕駛的過程更安全 雖然說眼鏡在高溫下 不會有爆炸的問題 但的的確確有著 另一道安全的隱患 有利用到突透鏡的鏡片 就有可能會因為折射產生聚光性 特別是下車的時候 隨手放在儀表台或中央安座上 當火辣的陽光照入車內 再透過鏡片折射 形成聚焦的光點 這時候就有可能會產生高溫 然後損害你的內裝 BBQ內裝 你能想像你正在哀嚎的內裝嗎 甚至在國外喔 還有因此導致火燒車的事件產生 而且剛剛提到的瓶裝水 其實也是有機會發生折射聚光的咲戀 所以沒事千萬不要 把這一類的物品放在車上 另外有些人習慣在車上 被一瓶香水 不論上車下車噴一下 讓自己更有魅力 或者是車內有不好聞的異味喔 嘖嘖嘖 好搞定 同時也可以獲得解決嘛 但是多數的香水請注意 裡面都含有酒精或是其他的化學成分 這些東西基本上也是嚴禁高溫 在高溫下可能會讓香水發生變質 很有可能香味變異味 到時候噴出來是什麼味道 就像哈利波特的伯蒂 全口味豆子一樣 讓你無法預料 不但傷荷包也傷心 早知道傷心總是難免的 你又何苦一往前生呢 你們那什麼表情 我甚不是滿意 另外因為疫情的關係 人手一瓶的酒精噴霧啊 次氯酸水啊 或者是銀離子水等等 遇到高溫或強光 都會降低功效甚至失效 都不建議將這類產品放在車內 另外一個對溫度和濕度 都非常敏感的東西 那就是藥品了 一般藥品都會建議存放在乾燥 而且溫度大概在20到25度之間的陰涼處 這很明顯吧 夏天的車內環境肯定是非常OK的 不論是溫度太高或太低 藥物當中的活性成分和負型劑都會變質 而且降低藥效 舉例來說 心腳痛 胸悶 胸痛的救命藥物 消化乾油片 遇到熱的時候 藥效就會降低 可能在緊急的時候 無法充分發揮它的功能 而造成憨斥啦 雖然說車上 備有藥品是為了以備不時之需 但是你總不想吃得變白吃吧 最後千萬不要放在車內的物品 相信大家應該都不會太陌生 例如行動電源 電池和打火機 都是生活中常見的電子產品和工具 這些物品內部都含有易燃物質 高溫環境下這些物品都會變得非常不穩定 可能會發熱 發燙 變形 甚至漏夜 尤其手機或行動電源這一類3C產品 裡面的鋁電池在超過50度的環境 內部熱反應也會不斷增加累積 容易釀成意外 引發火災 不僅對產品造成損害 跟對安全構成的威脅 為了避免這些潛在的危險 一定要確保它們存放在適當地方 當然最保險的方式就是記得要帶下車 遠離高溫的車內才是最安全的上上層 好的 今天跟各位聊了很多關於夏季 沒4000萬不要遺留在車內的物品 各位趕快檢查一下自己的車內 到底有沒有這些潛在的危險因子 造成自己的困擾 這是小事嘛 影響到他人甚至燒掉一整棟樓 鬧出人命 那還真的不一定是4000萬能夠擺平的 最後要問問各位 還有什麼東西是絕對不能放在車內的東西嗎 有沒有我們遺漏掉的 歡迎各位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還想要再聽更多風學堂不同的主題的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那麼今天風學堂我們就下課啦 我是怡辰 我下次見 掰掰 我知道了 康登可不可以放在車上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絕對不能放在車內 不然你也有可能會鬧出人命 也很可能沒有4000萬不要搞這個事情 還有我們的主題 飯堂可以放在車內 有些人可以放在車內 或是一陣子 你要放在車內